沒有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中國團隊對上歐洲聯盟 這場地圖是遊牧地圖 這場比賽是由大概一個禮拜前打的 我有點LAG 我覺得這場比賽可能還不錯 就來播播看 但一樣 這場比賽我是沒有看的 我們就來一起來看這場比賽吧 這場黑啦 選擇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這次在團戰的金瑞火炮戰場 應該會有個亮眼的不錯表現 但是在很多時候 他在城堡時代是打西班牙征服者 到地獄時代突然需要打海戰需求的時候 才會轉這個金瑞火炮戰團出來 所以這個金瑞火炮戰團很難得可以看見 希望黑亞自從會打出一些特殊的東西 右邊是他的 這是隊友嗎 不對吧 是對手 對手直接跟在右邊 這個是高棉 是不是講高棉 高棉的話是農田有一次元農田 比較強是實體在城堡時代 那我帝王時代會稍微弱一點點 但是他後期還有大象可以打 還有這個相毛 毛象劍 相毛劍 怎麼唸 攻擊可以加三大象 所以到後期打這個大象或雙 雙奴炮 奴炮雙發或是打這個奴炮象 都是蠻適合他的一個選擇 高棉人會比較偏向有城堡時代打騎士霸 然後帝王打奴炮或奴炮象 然後打這個大象類的會比較適合他 他沒有火炮所以後期可能會有點危險 接下來看一下用 這邊是選擇打波波 波波人的話在團戰來說馬功 這個弱功馬功是非常相當強在存在 突然是打這個西班牙的征服者 或是所有的馬功文明 都是屌壓的這個狀況 那波波人出的之外 還有這個船艦的移動速度很快 那自己的村民的移動速度也是超快的 而且駱駝本身也是不弱的 這邊波波人的馬舊單位 是有這個減免的費用的 所以撐寶時代打騎士暴駱駝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到了這個帝王時代 直接轉弱功一波 對手就會直接崩潰了 接下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也是玩西班牙人的 那西班牙人也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我剛剛忘記補充一個 就是他現在改版 就是每點一個科技 都會獲得20黃金 那由於他的兵工廠研發科技 是不需要黃金的 所以這個多多少少少 可以補正一些他的黃金經濟 所以西班牙人來說 算是一個蠻好的buff 但是他最重要的西班牙征服者 是被勒服蠻多的一個單位 這個是需要重點注意的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是他的命脈之一 好接下來看一下紫色 是朝鮮人 朝鮮人隔壁是圍巾 哇靠 這兩個是同隊的嗎 對同隊怎麼該行 互相取暖 好很胖當冰淵人 好 朝鮮人的話挖石頭 是比較適合他的 那城堡時代 可以多挖點石頭 一樣時代就可以打這個 大型箭塔塔工 那他這個議程技術 讓他在團隊的遠防 這個需要防守一些貿易巨點時候 這個大型箭塔是非常好用的 對這個韓國在團戰也算是 功不可沒的一個存戰 而且是打海豚 因為這個海豚 通常只要插個幾個箭塔 通常就可以把對手給屌壓 這個海域的部分 好 來看一下維技能 維技能的話在團戰來說 並不是那麼亮眼 但這是在這個有海的地圖上 他可以打這個維技能大戰船 可以讓他非常的有優勢 因為現在維技能大戰船的 維技能狂戰士幫 這個金冠科技 可以讓他的戰船呢 多加一攻 所以到了後期 這個傷害是非常誇張 那我們之前有一部黑拉的影片 是由這個 黑拉玩維技能 打這個維技能大戰船 那部影片的話有興趣的觀眾 也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傷害非常的誇張 那維技能團戰一樣 就是經濟很好 城堡時代可以打個騎司暴 稍微去稍微一下對手 然後再轉出經濟來打 強奴衝車的一個路線 或是維技能狂戰士幫 或是打這個 劍兵勇士 都是比較適合 維技能的一個打法 接下來看一下 八戰庭人 八戰庭人的話 他在團戰來說 最亮的地方 就是他的火戰船 攻擊速度賊快 而且再點下這個希臘之火 可以讓他的火戰船 射程又再多加一 所以打海戰的話 有一定的壓制力 但是要特別小心 對方的炮戰船 累積起來的數量之後 還有這個自爆船 這個是八戰體最需要注意的一個細節 那後勤呢 還可以速帝王 直接打強奴打陸地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如果真的跑起貿易之中 也可以打這個後勤 半人體聖騎兵 這些選擇也是蠻多的 但是經濟需要先好起來 才可以打這些 特有戰術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黃色 黃克斯 Viper 我們的 世紀帝國的最強選手 Viper 就在這裡 那 Viper這次選擇是條盾 那條陣的話 在團戰的扮演角色 比較算是讓 隊友有這個抗招響能力之外 還有這個 城堡 這個應該算是銀罐吧 還是金罐 應該是金罐 我在剛提講他是銀罐 那金罐是他這個奪孔 奪射孔 也不是奪射孔 我就忘記金罐是什麼 那金罐他能力是可以讓城堡的射程 變成非常高 那可以把這個火炮直接射爛 所以這個城堡一定要用巨型投石機來解的話 但是條盾有火炮 所以本身 條盾在打防守戰來說的話 在團戰也是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我覺得 Viper 他們這邊有兩個防守系的文明 有點尷尬 因為通常喔 在團戰來說 只要有一個防守系的文明 就差不多了 像日本啊 或者是朝鮮 還有這個條盾 都算是防守類型 就是箭塔 有特殊功能 或城堡射程特別遠 這個都是非常好的一個加成 好 那還有一個是誰呢 好像講完了 那就差不多 要來上到封建Style 稍微看一下 好 可以啦 這邊有打算想要打這個戰船部分喔 但是這邊被TC爆 不是可以啦 這個是remax 哇 這邊直接TC爆喔 霸彈庭這邊 突然太狠了 因為右邊就是敵人 這邊他決定要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但TC爆比較建議喔 玩這個波斯阿 或者是霸彈庭人喔 會比較適合 因為霸彈庭的建築物的血量 反正就會多一點 你看這個2640滴血 對上2400滴血喔 這個血量差距還是有一些微微的差距 而且都隨時實在血量越來越多 所以到封建時代喔 這個霸彈庭的TC的優勢會更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 對remax這邊主動去TC爆這件事情 其實有點危險喔 因為很容易打出對手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remax要怎麼去打贏 霸彈庭的TC爆吧 先來看這邊 戰船有沒有出 沒有 因為他TC爆 所以出不了 來看一下viper viper是有出戰船的 小盾出戰船 那我們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是霸彈庭 霸彈庭居然打海沒有出戰船 因為他已經被針對 沒有這個經濟喔 可以去出戰船 所以現在海上要轉變成給別人打了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會交給 看一下喔 交給應該西班牙這邊會比較適合 因為西班牙現在是沒有被騷擾到的 但他打戰船應該是首選 這西班牙可能戰船趕快按 喔有 果然有按 OK 這邊接棒 西班牙兩個碼頭 直接按下了戰船 那這邊敗彈庭就要專心對付這位remax 那我們稍微介紹remax remax是以前 CD國HD版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有名的選手了 他的黏制跟viper他們其實差不多的 都是非常老練的一個玩家 那我個人也很喜歡他的打法 他的打法的作戰風格非常的廣 很多戰術他很熟悉喔 所以打起來也不會太差 通常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而且以前還有這個團戰之鬼的稱號 但現在好像有點比較 變得那麼普通喔 沒有到以前那麼誇張強 有很多 也算是新秀吧 或是一些人慢慢跟起來的關係喔 好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高明是選擇要來插塔 來弄死這個 黑拉 黑拉這邊是打直層的關係喔 所以封建時代完全沒有辦法反擊 那這根劍塔也是插好插滿 這邊還被圍住 直接被圈養 哇靠 黑拉怎麼感覺常常被圈養啊 哇中國這位玩家蠻厲害喔 EMA003 這個有料有料 喔這根劍塔我再騎一起來 這邊可能再圍個房子 再補一下 這邊黑拉直接建這個 曜光塔出來反擊 那西班牙的造建築速度非常快 所以這邊已經是黑拉這邊優先會蓋完的 那這邊拉的聰明其實也蠻多的 所以蓋完之後再等個幾秒 這根劍塔也是能起來的 再趕快補一個4級喔 不然就要來斷這個資源了 黑拉現在這邊資源全部 都不能挖喔 就是挖木頭都會被射 吃果子也被射 挖黃金也被射 挖石頭 極限被射 哇這個人打得非常的狠 要把這個黑拉直接插死 看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黑拉這邊有點 估錯情勢喔 或是視野沒有看到對手 但不太可能 黑拉這麼老練的玩家 居然會估錯情勢有點奇怪 好這邊村民直接過來 但是肉麻想要過來解救 黑拉這邊可以有機會的 把這根劍塔給拔掉 作為反擊喔 這裡買賣一部 買了石頭插了劍塔 那這邊還是要稍微挖一下黃金 但是挖黃金會受到劍石的傷害 哇很極限很極限 好這裡再補一根劍塔 高米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 不需要打肉麻 但肉麻很怕對方村民直接硬打 這邊雖然可以換掉翼村 但是說肉麻會死 好拖到了一點時間 料望塔應該是可以蓋起來 但黑拉又再蓋了一根料望塔 想要跟隊伐一絕實戰 既然你要來跟我來硬的 我也來跟你硬的 南上加南 看誰的比較硬 好像怪怪的 假假的 好 這邊廖望塔 直接手撕 村民直接拿起所有的拳套硬扁 即使後面TC 廖望塔多帶射箭 這村民也是浴血奮戰 打得非常精彩 好 這邊直接把對手的盾給逼了出來 這邊黑拉順利的把對手給打了回去 哇 這邊塔弓打得太熱血了吧 好 這邊木牆直接滴掉 這個應該是黑拉自己的防守 直接讓他村民上去扁 從上面出去 他這裡怎麼有射擊一點 可能不敢打 因為後面就是TC 好 回來看到TC爆 TC爆這邊兩邊還在互相對射 那TC爆我是一級 就是村民只要放10個人就好 剩下兩邊去挖木頭 挖木頭挖多一點 才有東西可以修理 好 這邊黃金稍微挖一下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看到下面戰場 好 這邊升到城堡 這個城堡時代的是幽 活潑了 環境速度很快 可以幽先去燒了 那黑拉這邊還在努力反抗之中 那這邊是儀 應該是 這個要怎麼練啊 天才少年 現在已經不是天才了 現在是天才大叔 這村民都很慘 哇 要被射光 射光 射身射身 這邊村民很極限 好 看這邊隊友 呦 直接射了一個BK 工程器製造所 要來幫忙高敏 來拆除黑拉的TC了 完蛋了 黑拉這邊沒有辦法上到城堡時代 那就意味著他沒有任何的反制手段 只能靠漏馬 但漏馬不太可能 因為這款有劍塔還有長長兵 都可以輕鬆一舉的解下來 黑拉這邊的漏馬 而且重點是他也沒有漏馬可以出 現在逛出村民就快要斷漏啦 但漏已經很極限了 好 這邊可能要稍微 觸一下 馬托 按一下這個運輸船 有在按了 OK 這邊真的沒辦法再打 你這樣外面看到一個BK就代表 你的命術已盡 這個你再繼續打下去 絕對是九死一生 好 運輸船趕快按 趕快慢慢偷渡 非法移民一下 待會就要看一下黑拉去哪裡 感覺黑拉打團戰的運氣都不是很好 一直被對手針對的感覺 好 那半男提人這邊 好像已經上了 風箭時代 好 思想 這我以為是城堡時代的思想 看錯了 好 沒意外的話 VIPER應該就開始農了 原來VIPER是最無視於真的 然後左右上下左右兩邊都沒有人 VIPER不農誰還要農啊 對不對 那黑拉可能待會就會直接用這個 自己的船 去運到黑拉那邊 VIPER那邊 右邊這邊不太好過去喔 右邊都是右的戰船 那就要來看一下有沒有 戰船 運輸船可以安全的偷渡到右邊呢 這邊這個位子其實走的還不錯 剛好躲掉了右的一些戰船 VIPER的戰船也來掩護黑拉 但這個戰船也要小心一點 這裡還有一些碼頭 但是黑拉都 VIPER都已經控好了 右的這個戰船出來的位置 哇 這邊直接捨村民去硬打 但是可能會損失一些村民 嗚 死傷慘重 黑拉的村民死傷27村 看來是大事不妙 好 這邊韓國是城堡時代 天才少年使用了這個朝鮮 馬戰車攻勢 但是對方有森律 還有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征服者打這個馬戰車 是不是這麼有優勢的感覺 就是有點烏烏開 因為通常西班牙征服者城堡 實在是沒有敵人 但是對上馬戰車的話 就是有點烏烏開 也說不定馬戰車正面硬打 反而是馬戰車會贏 因為其實西班牙征服者血量很少 好 55滴血 那馬戰車是150滴血 直接硬生生多人家 100滴血 其實還是很多的 好 黑拉這邊很多偷渡客 在岸邊準備 要來去岸上了 準備登船 快偷渡走 那高明這邊也是放過黑拉E 自己趕快農經濟了 因為他也知道自己再這樣搞下去 自己也會爆掉害到隊友 所以即使你把一家搞掉 你也不能忘記 你還有很多敵人 要趕快去農上去比較重要 好 惹馬克斯這邊還在黑暗時代 還在繼續跟對方TC爆 好 阿倫庭 這邊天雷少女的漁船被燒 這邊右的漁船 戰船還是移動得非常快 雖然自己的港口全部被全禁封鎖 有點麻煩 那黑拉這邊慢慢的把自己的TC往這邊移了 那我覺得是不是TC要再往後蓋一點 例如這個位置 因為他這個位置其實是右的 這個落宮的必經之地 再往上一點就會被右發現 其實他這樣很難農得起來 其實像我們在打C帝國 你在搬架的時候 盡量搬到最遠 最角落 不要被敵人發現 不然你農的土中又被發現 你又白農了 又要被堵根一次 很難受的 但是他有可能覺得 MIPER大哥會罩他 殊不知右這邊打一個超強軍事 直接落宮加城堡 硬督了MIPER這邊大量農田 而且還有兩個TC會直接被射掉 落宮最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不管是打麥克風還是打對方騎士 都是輕鬆一舉 應該一舉啦 輕鬆一舉是什麼 輕鬆不舉 這個可能是我最好煩惱的事情 輕鬆不舉 接下來看一下 HIPER這邊箭塔直接騎了兩個 做一個後援防守用的 大學可能要來升防禦箭塔 那條盾的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箭塔也可以雙倍載量 可以放個七村至八村在裡面 直接雙倍箭矢 射爛對手 也是不錯的選擇 所以不一定真的要去蓋這個城堡 蓋這個防禦箭塔 其實也是蠻有用的 這邊大量偷渡客全部載完了 終於安全撤退 這邊怎麼還在上 左邊這邊天才少年拉了一些馬弓 要來拯救弱弓 BIPER這邊 但現在的弱弓是有點打不定馬戰車的 馬戰車這邊是天生體質號 對上55滴的弱弓其實輕鬆一舉的 現在有衝車的聲音啦 衝車在哪裡啊 在這裡在這裡 他被弱弓擋住了 在頂什麼東西 接下來看到西班牙這副者 這邊繼續亂塗了 惹麥克斯還在黑暗時代 但是被塗了一堆伐木的村民 這下尷尬了 結果打TC爆下面的村民直接被射爛 而且還沒注意到沒有收村 韓國朝鮮這邊也沒注意到 這邊注意到的時候已經死傷慘重了 死了一片 惹麥克斯臭民只剩下40村 這邊西班牙的動物就直接弱過來 很難受 結果黑暗這邊重新開闊 結果對方高敏還是不放過他 肉麻直接打了過來 又也直接過來支援 你發現了黑暗的根據地牢趕快繞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移民沒有移到最後面角落 被發現 牛的又要再被被 又要再被都更移一次啦 尷尬尷尬 真的是尷尬到也不行 好 西班牙這副者繼續亂BANG 這就是為什麼西班牙這副者 減一防會那麼傷的原因喔 因為他真的太關鍵了這個單位 直接射掉木門 有料 繼續射 單數量只剩下一點點7隻 直接把對方的西班牙的物質給逼了回去 那黑暗基本上是半生BOOST 那看來又想要放過他嗎 怎麼突然沒繼續打 好蓋了一座城堡之後 沒繼續打 反正在開農 那viper有點壓力 他比較多資源在防守上 那這裡沒有生防務箭塔 好險沒有被騙到 好 這邊終於升到城堡 時代的是橘色 高年 高年打完黑暗之後終於升上去 那灰色 終於放是一根對方TC爆 直接在裡面蓋了一個TC 其實他這邊石槍蓋完之後 就可以往裡面撤了 就其實不用那麼硬要跟對方 加TC爆 但我不太知道為什麼 他想要跟對方對射 那就對射吧 他可能覺得在裡面 往裡面撤也沒有機會吧 因為往裡面撤的話 裡面只有木頭 一點點支援而已 路啊沒有 基本上沒有礦場支援 放棄掉這塊黃金 可能就沒希望 最後可能是這個原因 好 接下來看高明直接5TC開農 好險這邊城堡 開始到處亂插 想要來防守西班牙這屋子的亂串 好這邊門面 這邊射掉了一些漁船 效果很不錯 噢 射光 黑拉再次遇到對手侵襲 哇這邊死掉了非常多分啊 這次他終於放過黑拉 開始要來弄死 VIPER了 噢這個頭車砸得不錯 這不會是VIPER 這邊再砸了一發 欸怎麼沒法 他卡彈啊 沒頭出去啊 好TC被拆掉兩座 VIPER這邊稍微傷到了一點經濟 但是還是可以頂到這個 成帝王實彈 右邊這邊稍微用藝術船 運送一下馬戰車 但馬戰車可能會被招 咦 這個藝術船會被招走嗎 哇好極限喔 我記得裡面裝單位然後被裝 是不是全部都被招了 還是裡面單位會被拋下船 這個我沒有實測過耶 很少玩這個運輸船然後被招走了 那如果被招走會怎麼樣 有沒有經驗的觀眾 可以來 作明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這邊還居然高明還打個TC爆 想要把黑拉打到真的是全部死 翹翹 這裡有農跟沒農一樣耶黑拉 直接被抓包 好這邊點下的城堡實彈是有兩位 這個是什麼 RMAX 利用實彈 RMAX終於也點城堡實彈了 雖然剛剛被殺了很多村民 但TC爆大功告成 還是可以順利升到城堡實彈 但是隊友感覺快不行 尤其是可以壓倒了 就代表wipe要1打2 而且條盾打弱攻也不太好打 除非要出火炮 發出自己的條盾騎士 或者是這個遊俠來打 都不是很好的一個選擇 火炮投石車奴炮其實都是可以打的 平均他有鋼鐵甲對不對 但鋼鐵甲對工兵來說沒什麼太大用處 好這邊TC爆開直接兩隻騎士 開始抓黑拉村民 黑拉村民只能直接原地 原地徒步逃走 太慘了黑拉 每次都是黑拉被鋼 好後面開啟了新的TC 好 另外馬登車載出 把西班牙的征服者給逼了回去 對方西班牙的征服者做了非常多的 急殺術啊 到處亂彰 這就是西班牙的征服者 哇你看 這個檢疫坊TC射 犧牲 痛得要命 這個nerf 比過 好 高明直接組起了高牆 要來把 MIPER這邊與世隔絕 然後讓左邊這個地方可以跑起貿易 待會這邊會補一些市集 那盡量不要離岸邊太近 不然很容易被對方的 岸邊登入 或是直接一個火炮戰場 就收掉自己的市集 這是後期跑貿易的遊牧 需要注意的事項 就是不能離岸邊太近 好 LIPER看起來 升到帝王世代之後 開始升級重中騎士 看來是要打一個騎士路線 重中騎士好了 但是大量落攻 這個城堡再一發 倒了 OK 前線城堡洞拆除 LIPER可以稍微放心一下下 但是要擔心的是 隊友已經倒了兩個了 有一個才剛上城堡時代 另外一家地龍時代 在跟對方西班牙 互打了一段時間 但是還是沒有把西班牙都更掉 現在才正要入侵而已 但是西班牙這邊 轉了非常多的傳教士 那再次西班牙的新科技 讓傳教士的 招牆速度再更快了一點點 哇 這個真的是buff了西班牙很多 哇 西班牙這邊轉出了非常多的生旅科具 要來增加一下 招牆的CD時間 跟一個群體招牆 只要一個人CD的這個時間 全部都用用 趕快招一招 這邊要優先打生旅喔 生旅要趕快修道院 這CD時間真的變很短了 就可以招了 那騎馬生魚的血量真的很多 65滴血 一般只有45滴喔 多了20滴 好看來朝天這邊工程不失敗了 被這個傳教士們給擋了下來 好 Mipe這邊收復師徒 想要殺過去 但是發現高明早就建好了城牆 這個城牆讓Mipe有點困擾 沒辦法所勤所欲的到後防燒了 那下面這邊Mipe已經在偷偷燒這個石牆 希望對手不要發現 後方這邊 朝鮮直接來蓋一個城堡 想要來直接都進去喔 想要把他直接 拜安庭給打死 那目前其實實質上是 死兩家 兩家已經死去了 就是拜安庭跟黑拉 這兩國已經死了 但是其實人也算是半死不活的一個 那高明已經算是農起來了 所以目前還是對Mipe他們 並不是很有利喔 還是會一直被壓制的 好 指著朝鮮轉出了 強弩跟拇指環 想要轉一點弓兵喔 去針對對手的 這個吸針 跟 針綠 這邊騎士 砍個一波 想要阻止對手拆巨頭 還是被拆掉了 這邊直接 透過城門一起進去嗎 但是這邊會堵個窄口 可以直接反射一下 這邊馬戰車過來支援一下 不然這個弱攻太煩了 好 這邊城堡 直接快半血 這裡幾巨頭啊 五巨頭 還有一個是剛才架起來 好 但是西班牙的火炮戰船來了 噢 射得多快啊火炮戰船 哇 直接拆掉一個 但這個要移位一下隕石樹來了 好 雜中 完美 中世紀與石樹 就是這麼的輕鬆 Easy 就可以施展的一個魔法 Magic 好 前線建立城堡 開始守住防線 這邊直接把對手圍死 馬戰車後面輸出 啟示讓對手不能跑 哇 這個 朝鮮的戰車還是很痛啊 但是這個弱攻 打朝鮮的馬戰車 閃很高 原來朝鮮的馬戰車 算是馬攻屬性的 弱攻打起來是 看起來賊虧啊 朝鮮的戰車好虧啊 好 但中間西班牙的戰艦 慢慢一燒一燒開出來了 沿岸的建築物全部都要被都更 但是朝鮮這邊又有一波 強奴過來的關係西班 這邊沒有遊俠 這一波只能靠火炮來擋 能擋得住嗎 這些僧侶 傳教士們是要來 招對方馬戰車的 這邊工兵就是想要去射火炮 跟傳教士當火炮可以克制強奴 所以現在朝鮮的進攻攻勢 可能會被暫緩了一些些 好 正中打破了一個洞 那一波也要來決定大凡殺了吧 還有現在來到4-7分 4台 配上強奴 後面的戰寶兵 看來西班牙這邊有可能會被都更喔 火炮不敢上前 在後面瑟瑟發抖 但是高敏話要出關了 這個重裝騎士已經準備好 盧炮相也好了 遇到VIPER的騎士們能打嗎 但西班牙這邊在轉遊俠囉 用遊俠一好 可能戰況就可以逆轉 好 看一下中間 結果這邊反而看到VIPER交給高敏去處理 他自己要來處理朝鮮 因為朝鮮本身是被counter的狀態 自己出這個弱攻 打朝鮮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邊朝鮮有轉鎮毛兵 但鎮毛兵依舊數量不夠多 被打到有點落花流水的感覺 這樣太少 對手還是硬打了過來 到處都是戰火紛飛的感覺 遊俠這邊升級 剩下15秒 但是騎士數量還不夠多 然後再等一下 這個騎士層絕地到反殺 這邊弱攻 正燒正面鋼 不管戰毛兵 就是打就對了 西班牙這邊的 VIPER的 遊俠還有24秒 現在看左邊 左邊這邊遊俠好了 遊俠好了會直接上了 死一隻 希望騎士不夠多 但後面有修僧侶 傳教士在偷招馬戰車 應該是可以打過去了沒有問題 遊俠來個絕地大反撲 打得非常漂亮 這邊朝鮮可能選擇撤退 好 VIPER這邊遊俠1號 也是跟對方對決 但是高敏這邊有搭配一些奴炮像 打著VIPER有點頭痛 知道你還有大量的重裝騎士 直接正面銀行 直接打出了GG VIPER出了77隻的騎士 卻也還是擋不住 中國這邊又還是非常強勢的 除了這個弱攻 直接碾壓了朝鮮 還有各家的馬鍋 數量一多 這個弱攻真是難解肢體 VIPER這邊也是被騷擾到 HERA這邊經濟也起不太來 這個有點麻煩 後面發展可能還要再給HERA 大概20分鐘時間 他才可以全力稱讚 這個時間點可能會撐不太左 因為左邊被擋住 右邊VIPER一個人也快要倒了 上方這邊 這邊也是無果 這邊也是偷渡走 目前情況還是比較偏向於 兩個打3個 這個人MAX沒有起來也是很正常 因為他PC爆 所以VIPER這邊實際上是在2打3 所以中國團隊這邊也確實是 戰術執行上打得非常漂亮 尤其是針對HERA這一點 打得非常迅速 但我覺得HERA剛剛真的是 有點... 太想要趕快農無回來的關係吧 所以半路就放上村民就直接走了 如果一開始就在這個位置的話 他這個時間點已經可以出關去幫VIPER 然後說明就可以逆轉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點是HERA在搞 這個感覺 他被弄...弄死這個不意外 被2家弄死不意外 這個是可以承受的事實 因為只要你拖到2國來出軍事來攻擊你的話 他們自然就會弄得比較慢 但如果你搬家之後 又搬在一個奇怪的地方 又被抓掉的話 那就是你個人的問題了 這個是團戰搬家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VIPER這邊也沒有權力在守 家裡的關係 也是繞了一些遊俠去幫忙 但正面已經完全擋不住了 朝鮮也是擋不住 正面也被遊俠擊垮 完全無力回天了 所以只能打出巨巨 那中國團隊打的也是非常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是由YOW拿下了第一名 6萬8 非常多 第二名就是朝鮮跟VIPER VIPER第三名 所以我才說 YOW有點像是HERA跟VIPER的綜合體 所以我才說YOW這次很有可能 可以拿到這次的世界帝國的冠軍 那沒意外的話 如果VIPER沒有在偷點什麼招的話 YOW應該是有機會的 他的實力真的是越來越強 跟一兩年前比 他今年又再變得更強 那其他人經濟就稍微看過就好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